好 其實我們說了這一整段下來 其實現在最熱的就是三個字 柯文哲 為什麼三大案 然後政治現金案現在都一直在查 另外很紅的三個字 其實也只有兩個字而已 因為只有黃三 黃三三 昨天他上了館長的節目 當然大家現在都想知道他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本來民眾黨昨天有個中評會 大家以為說可能會有進一步 民眾黨這一邊比較確切黨中央的訊息出來 但是後來投票說沒有 當事人沒來 我們要給他一個說話的機會 這麼剛好 晚上他就上了一個直播 聽聽他怎麼說 先跟大家抱歉 讓大家擔心了 我們尊重他所有的程序 然後接下去下個禮拜 他要做 請我們到現場去做說明 我也會親自到場 向支持者套歉 黃十元一聲尊重中評會 16號中評委開會討論兩個多小時 對處分沒共識 傳出是黨內的雜黃跟寶黃兩派角力 尤其在柯文哲定調 先查清楚 再究責 難道是下指導期 辭職走人最簡單 有時候要留下來善後才比較困難 這個該是誰的 誰又出來把它弄好 先把目前這個時間先結束 因為這才是幫我自己 要不然每天媒體這樣拋諷 你知道 那個 有一句話說沒有死也半條命 強調中評會獨立運作 博敬總的財務支出 再被爆出光是面紙費就花了九百萬元 賣有可能 買的話就是那個 待定 裡面有面紙有菜瓜布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供應全台灣 還有這麼多區域立委 其實那個數字也是合理的數字 認為合理申報有啥問題呢 柯文哲一再佔第一線澄清 而這是連日媒也很關注 認為民眾黨陷入創黨以來的危機 學著小力圓星星更分析 政治陷阱風波 終結了柯文哲想推翻兩大黨政治挑戰 台灣可能重返傳統的兩黨對決局面 好 在剛剛播出的過程當中 我們縣長已經開始在討論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說實話 影響到的是台灣未來一個政治大局 當然這件事情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大家對於民眾黨現在已經有非常多 不同的聲音 包括有很多的小草講說 是不是這樣還可以繼續停下去 館長也說他沒辦法再停下去 好 所以小力圓他才會講說 現在有可能已經是推翻兩黨 政治挑戰結束 未來就回到了藍綠對決的局面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有很多的問題 那黃國昌他的講法就是說 其實他覺得在柯文哲 他就想問當時他身邊這麼多的人 那現在這一些人呢 在哪裡 那柯文哲他的想法就是說 他自己也覺得這件事情是烏龍 譬如說96萬的便當是要吃多久 每天都會不一樣的啦 譬如說有這個900萬的衛生紙 然後有這個130筆的計程車 出去美國訪問租車80萬 就是那個戲目是一項一項一項抓 那當然重點就來了 原因是因為想要請教一下韋翰哥 我們目前大家在不管說是哪一筆帳 大家想知道就是因為這一些 基本上就是很多小草捐獻的 那政治現金 那你怎麼花 你怎麼樣的登記 那進出帳 你做帳或什麼 有沒有那個錢是不見了 進了誰的口袋 我覺得這個還是大家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說你把它的公正 透明 公開 科學 理性 現在在哪裡 小草的部分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談 為什麼 因為小草願意支持柯文哲 願意支持民眾黨 現在民眾黨出事了 他們正在輕創 正在理他們的整個思路 所以支持者們還是願意支持柯文哲 我們不會有任何智慧 說你們支持錯的人 不會 他們願意就好了 而且我相信他們是希望柯文哲 能夠浴火重生 從這個事情上中站起來 那我要講的是現在目前確實看起來 各方的麻煩同時而至 剛剛前段講金華城 我補充一句 因為今天有台一個主持人他講說 不是只有那個陳情信 之前備受壓力跟關切的 有所謂議員他講說 你3月17收到市長式的陳情信 3月19的時候請這個都發局去開會討論 前面還有一個3月10號的會議 先答應了 好 前面還有一個會議 現在講出來說前面那個會議3月10號 所以柯文哲親自有主持說 金華城的容積有沒有可能繼續往上提 開完之後 金華城才發了陳情信給這個 市長室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到底是金華城主動說 我們要陳情 還是市府叫他說 你就寫個陳情信來我們就辦 不一樣 好不好 那這個因為今天 這算是一個新的發展 想來淑慧也都很了解 就是說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所一吧 這是金華城 第二個 現在目前在看的整個帳戶 確實很亂 對啊 那帳戶很亂的原因 只有總部才能對外說明 那帳戶這麼亂 其他有選舉的人 包含今天在現場 大家都算給 說我跟燕穎沒選過而已 對啦 都選舉過 都要申報政治現金 那確實大家好像都沒有犯這個錯 你只要把帳戶做好了以後 實際的收多少 花多少 有了一個帳戶就這一本 然後我這一本裡面的東西 因為我不夠專業 宏廷專業 他是會計師我交給他 他幫我看完以後 糾錯就簽證 我們現在所談的每一件事情 包含怎麼會有96萬的便當費 照理講應該是那裡 那裡有寫錯的話 會計師他發現了 他告訴你 你拿出來一看 是960改回來 再去監察院申報 結果現在是說 因為我們就交給端木正 他就是那個填寫的人 他自己亂填TEMP 那個在有人在真的 怎麼可能會跳一行 還留下100億 這個好 我們都先不講這些事情 500萬的10了什麼的 每一個環節都不應該出錯 因為應該是有人去登了以後 然後再拿給會計師他去看 那會計師非常專業 所以他能揪出所有的帳單單據 哪裡的不對 或者是你根本就算錯 然後完整的整個帳目 是清除合法以後 再去監察院申報 可是確實民眾黨也承認 他犯了一個錯 就是說我們讓快速去登陸 你現在回頭再看 除了帳目不符之外 很多帳目的內容 他的那一個所謂的單價 也被社會質疑 譬如說你去吃飯 吃飯的錢 不是只有那筆96萬 我看昨天連去台中出菜的時候 吃的那個什麼餐廳 一筆兩萬六 但是同一個晚上報了兩筆 那加起來就五萬多 所以是吃了五萬多分兩筆報 還是怎麼樣 你同時報兩筆 所以這些事情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原來帳目是一團混亂的 這個會讓大家質疑 就是民眾黨原本所講的 公開透明這件事情 第三個我剛講一個金華城 一個是帳目 還有第三個 現在看起來是三台風 第三個就是陳佩琪夫人的 那個所謂人頭公司案 大家當然講說 他已經做過很多次的說明了 因為我不知道真相 我也不知道說到底是哪一個是重點 但是陳佩琪夫人顯然是把 有進到銀行去開戶那個事情 當成是鐵證 我跟大家報告那個不重要 因為不可能有一個人 陳彥瑩跑去銀行說 我要開戶 我叫黃偉翰銀行給他開 不可能 但是我去 或是我的印章被他盜用以後 我傻傻的幫他開戶 我們現在想要的人頭公司 人頭銀行是 我願意幫他開公司以後 我實際上並不是公司負責人 錢也不是我在管理 這樣就叫人頭公司了 所以這個有可能會違反 第一個公司法 第二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刑法二一四條 還有一個就是洗錢防治條例 所以每一個環節 包含了這個人頭公司 人頭公司根本 因為有人告發 根本還沒開始動 然後政治獻金 還有一個就是金華城 這三個事情對柯文哲來講 目前其實都非常的複雜 你講到黃珊珊 我補最後一句 因為今天早上剛剛放那個影片 我必須說 這難聽話我來講好了 柯文哲主席你這樣子講 今天早上他剛剛的影片 我幫大家附送一次 就是說留下來才是困難的 離開很簡單 這個說法沒有問題 可是同一件事情同一個人 就是柯文哲主席 你在2022年10月14號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講的 你說因為蔡壁如現在目前 這個論文事情 他要為他自己的清白爭取 所以你還是先辭一辭好了 你怎麼不講說 人家質疑你的論文 你先留下來 留下來證明了你有問題以後再離開 所以當時他是叫蔡壁如趕快辭 可是他現在是叫黃珊珊不要辭 我想要是立委 不是中央委 所以其實 對嘛 就是說當時有出現紛爭的時候 蔡壁如是選擇離開 而且是被交代你趕快離開 可是現在黃珊的事情 黃珊珊離開才是 那現在不是中評會正在進行嗎 昨天的中評會觀眾朋友 講話要負責的 我知道七個委員當中有人提出除名的建議 我們是不是來投票跟要不要除名 四票就過 結果有人要除名的時候 立刻就翻出中評委裡面的那個 他的條例第七條 當要做除名的處分的時候 當事人必須在場 今天端木正跟李文聰跟黃珊珊都不在場 所以我們不能進行這個投票 所以當場改下個禮拜二下午再進行 為什麼你既然有人要除名 你不讓他當時就 昨天就下午就請他去 所以我的理解很清楚 就柯文哲主席是立挺黃珊珊的 柯文哲主席看來也不希望他離開 那他的意思表示這麼清楚了 中評委如果他們在乎主席的意見的話 這個除名的建議就不會做成了 那只是說 黃珊珊被柯文哲以重而留下來的 這個事情會被拿來做比較 黨員在比較了嘛 那個桃園的大研 還有之前的秘書養協定官都在講了 為什麼蔡壁如要走 黃珊珊不用走 那黨內就會變成越來越有不同的聲音 那這個事情就會讓黨不團結 好 黨內其實現在就分兩派 挺黃跟渣黃 但是問題是黨外 來 我請教洪婷 原因是因為你們朱立倫講話 講什麼 講說藍白還有合作空間 盼他平安度過 算一個善意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人家今天不領情 人家跟你講說場面話 大家都會講 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自己解決 確實其實本來他們自己的問題 他們就應該要解決 因為柯文哲這個案子 他如果處理得不好 確實不要說藍想不想跟白和 白會不會繼續存在 都會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在政治上來講 我覺得朱立倫主席願意講這樣的話 其實已經算是很給柯文哲面子 可能柯文哲現在還在一個 我覺得還在一個情緒激動的狀態裡面 他到底在不在所謂的政治獻金 這些案子裡面 有所謂的參與的角色 還是他真的完全不知情 從他現在這個表現看起來 我覺得他是有點震怒的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這整件事情有很多 應該是他不知道的 他突然知道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生氣 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但我們不多做揣測 因為這些細節 我覺得柯文哲都要一意的 跟大家講清楚 坦白講以民眾黨這個黨的規模 跟他在整個總統大選的得票 然後做出這樣子的仗 我個人是非常的意外的 因為在很多的數字 我們最常講一件事 就是說像我自己曾經在金融業待過 人家問我說 你來政治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說人會騙人 數字不會騙人 所以你該有單據 該有這些部分的時候 其實說老實話 你說端木正要自己去做這些 我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因為他還必須要 跟這幾個公司有連結 他才有辦法叫這些公司 開發票出來 端木正他其實說好是吧 一般我們叫什麼什麼什麼事務所 表示他底下有很多卡去文 他有很多人 他都會去做這些對賬 怎麼可能會有什麼960 後面再加115變成96萬這種事 那表示這整間事務所都有問題 所以這些不該發生的問題 我覺得最後結論看起來 在報章程序裡面 我認為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這樣應該是另有其人在做 端木正只是借名而已 他只是做最後簽證而已 他只是 我就說好 就從我這裡出發 我就做簽證而已 坦白說這也符合什麼 這也符合會計師應該要做的事情 會計師的簽證就是說 我幫你做一個guarantee 然後讓你送監察院 只是我完全相信你 所以我認為你都不會有錯 但現在看起來裡面錯了滿多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說老實話 我覺得這裡面端木正 你說他真的會涉案做這些事情 在一般我們對會計師的了解上面 我覺得是幾乎機率趨近於零 因為他沒有必要幫你做這件事 他負責是簽證 他不負責記帳 現在柯正營裡面 他並沒有把記帳 對帳 跟所謂的財務對口的人講清楚 這些人才是真正原始單據的收集人 所以這個team 其實出了很大的問題 然後這個team跟端木正之間 又有什麼問題 這才要去釐清 所以在我看起來 我會認為就是說 李文中 李文娟的問題 遠比端木正大 這兩個人是不是跟端木正 是一起的共犯就不知道了 所以這裡面我覺得 柯文哲其實坦白講 要把這件事情查清楚 我覺得也不用很久的時間 坦白講到現在 他們還講不清楚 我也覺得滿奇怪 因為該怎麼做 該什麼事情該怎麼處理 程序該怎麼走 都很清楚 像比如說像我 我對財務結構的質疑 我會去質疑 但我不會去質疑什麼 我不會去質疑900萬的衛生紙 為什麼 因為按照成本來算 900萬的衛生紙 其實差不多就是700萬到800萬包 你選一個全台灣的局勢 700萬到900萬包衛生紙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也不要拿那些 自為末節去做 今天所有該質疑 跟所有該釐清的部分 其實就是金流怎麼走 哪些是正確 哪些是不正確 像你說去美國租車 坦白講如果有副駕駛的話 租到80萬是有可能的 但就是變成你現在的戲目 就是每一天都被人家 一條一條抓出來吵 你一天一天 譬如說吳宜萱一天到晚 都要被問說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樣 那就亂了 可是問題是民眾黨你又給不出一個說法 這才是大家覺得很訝異的一個地方 怎麼會這樣 好 我們先進廣告 等等回來繼續說 請坐臉啊 住的安全 活得平安 依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我們剛剛講到賬物的問題就是 其實數字真的不會騙人 然後單軍能不能當平鎮這些事情 這個都是有法可循的 你把東西拿出來大家看一看 馬上這專業問題 但問題是政治問題 就跟人有關係了 來目前民眾黨裡面 大家一直在講會爆發這件事情 好像也不是誰去弄到 好像是裡面一直 啵啵啵啵聽到這爆聲 那現在又傳出了說 柯文哲在找接班人 那這三個人 到底有沒有可能被開除黨籍 這麼一件事情要到下個星期二 才會做有所決定 你看從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 禮拜二 五天 五天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特別是主席講話了 柯文哲說要處分 但不是一次把人幹掉 原因是因為他認為 這樣子也不對 可是處分黃珊珊這麼一件事情 黨內就是有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說 總幹事不用負責嗎 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留下來才是負責 針對於這句話 一定要請教一下學姐 你要不要再幫自己講一下 你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對 我那天在廣播節目上面 確實有談到這一點 那當時其實我 可能在論述上面沒有非常完整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去逼他請辭黨籍立委 不分區立委這件事情 我認為不是最好的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很多事情還沒有被交代清楚 那很多的帳目 或者是帳目裡面 到底還有多少項目 可能是還沒有那麼明瞭的 或者還沒有清楚完整交代的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去討論的 所以變成說在這些事情 還沒有一個清楚的交代之前 支持者們還沒有得到一個答案之前 我認為黃三恩去辭去 這個立委的時機點 並不是太好 那等到整件事情 所有東西都完整交代清楚 再來討論懲處 我覺得這樣對於整個黨的穩定度 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其實在我們自己也選過局 我當然也知道說 在選舉的人真的真的很忙 就是選舉的這個當事人 他其實每天這樣到處跑 全台北到處跑 全台灣到處跑 真的沒有辦法去管到這個 所謂的財務單位 或者是管到每一張發票 他到底是怎麼去報仗的 那就我所知 在整個黨裡面大家的財務 其實是有非常層層嚴格的把關 可以去做各式各樣不同的審核 這是我是說黨 下游很 但是競選總部的辦公室裡面 財務單位是獨立的 我相信是這樣 那總幹事其實他要做的事情 當然是處理很多大大小小的細節 文宣的方向等等 但財務機關非常非常獨立 那我個人認為在這一次裡面 確實必須要探氣醫生是說 怎麼會犯這種錯誤呢 這個最不該犯的錯誤 居然在民眾黨裡面發生 我個人是認為 這個錯誤真的應該打100個屁股 怎麼會犯這種錯誤 然後讓這樣的錯誤 甚至是被外面的人 不斷的一條一條揪出來 告訴你說哪裡有錯 哪裡有錯 然後你再去一一的回應 這樣的危機處理我認為當然不合格 但是問題是現在回頭來看 我們應該怎麼做 像這些900萬的面子等等 你要去回應 我覺得這也很奇怪 因為900萬的面子 如果你過往看過民眾黨的選舉方式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陸戰隊 這些陸戰隊他並不是所謂 一個候選人他去發這些所有的面子 所以很多的政論節目在講說什麼 怎麼可能發到那麼多的面子 不好意思 真的有這麼多的志工 每天到各個不同縣市的據點裡面 去領這些面子 真的站在捷運站的路口 真的一包一包這樣發 所以我相信不是小草的錢亂花 但是問題是這個帳目 如果這麼混亂的話 總幹事或者是財務長 或者是在選舉的也就是主席 這件事情應該有一個完整的交代 所以我希望黨中央 可以盡快把整件事情查明 不管是用記者會的方式 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對黨內或是對外 都應該把整件事情解釋清楚 這樣才有辦法順利度過這次的危機 我們必須承認 媒體這邊也聽到了滿多 裡面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譬如說也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有一些在檯面上你看得到 有一些真的你可能看不到 檯面上你看得到是什麼 蔡壁如上節目 結果她講到李文中 她就說那個叫渣男 講到黃珊珊就說 她懂得閃躲法律 我這個都是原話 你不是我的 然後她怎麼講呢 她說因為她是律師 懂得閃躲法律 跟金華城案一樣 完全閃躲法律 所有的公文上都沒有她的名字 針對於這件事情 阿伯今天有出來幫她澄清 說她那個不是一罐 沒有她的名字嘛 正常有她的名字才奇怪 阿伯有幫她澄清 可是問題是 這樣子的講法或這樣的態度 確實黨內有這樣的人認為說 黃珊珊是不是應該要 馬上立刻辭職負責 因為她自己之前有面對過 那陳志涵昨天上節目的時候 怎麼講呢 說她覺得不管是外部或內部的人 在我們做一個檢討 好像說她們才是良心 其他人都沒有在做事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不需要到這麼極端 有些是好意 有些則是見縫插針 從頭到尾沒有主持 只有外部的內部的人 但是大家都說她講的就是蔡壁如 來 請教一下阿姬 見縫插針也要縫 而且這個縫現在非常的大 我覺得民眾黨在去年的選舉裡面 確實讓我感覺不是一個 很團結的政黨 通常選舉應該是團結的 民眾黨在去年 這個總統進辦跟立委候選人之間 我感覺是有很大的縫沒有錯 因為我們在立委競選的時候 因為蔽壺雪的選區 是一個示範選區 所以我們跟她的互動比較多 我感覺她選得很被放生 要錢沒錢 要人沒人 所謂的人是說 她要不到柯主席的行程 她常常 我就說 你為什麼不找柯文哲 多去你的選區拜票 因為看起來柯市長 在台中的支持度是高的 她就說她約不到 然後我就說約不到 可是那時候柯主席 常常在跟國民黨的候選人招手 說你們如果要我去站台的話 她在跟國民黨候選人招手 你們民眾黨只有10個候選人而已 我們每一個人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至少一個人 有兩次的扣打可以約到侯市長 你們起碼應該要有5次的扣打以上 所以這個在約行程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被cut住了 這是一個 然後在競選資源上面 那個時候 我相信每一個民眾黨的候選人 都有接到一個資訊 就是黨的募款很辛苦 黨沒錢 然後所有的錢 通通要用在總統候選人身上 OK 這個聽起來也是合理的 保母機嘛 而且認為說區域立委 好像沒有一席會當選的 所以要權力義無反顧拼一次 結果現在這個申報資料一出來 不管是總統的政治現金賬戶 或者是政黨的政治現金賬戶 都結餘很多 先不要管裡面有沒有亂花虛報 都結餘很多 那結果在政黨現金賬戶裡面 補助政黨推薦人的裡面是零 那你這個叫去年選舉的這些人 他心裡在想說 你存那麼多錢 你都不敢向我們補助一頓 這個心裡面的感覺 那錢是掌握在誰手上 總不會是柯文哲說 都不要害人 都留下課 就像剛剛靜營說的 候選人是很忙的 我也相信柯主席不可能 每天在那邊開財務會議 這筆錢我要留著自己用 這筆錢不准給他們 一定是總統進辦 在決定這件事情嘛 那錢鎖住 人鎖住 然後逼著碧如姐 誰幫碧如姐的募款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話 是盧媽 盧市長 盧市長那個時候 在幫國民黨F4 四位年輕候選人募款的時候 還募款參會在辦的時候 還細算把碧如姐尬進去 這個就碧如姐來說 他當然很感謝盧秀燕市長 但是他心裡面 也會覺得有點淒涼 我是有母雞的 如果柯文哲市長那時候藍白河 他沒有自己參選也就算了 他是有的 而且募款是很順利的 那時候後來的募款 是相當順利的 所以才會出現 要錢有錢 要買什麼都有 面子可以買到900萬 然後廣播可以做到 一兩千萬 然後影片也有 然後衣服也有 那可是 對於他們這些候選人 所以你說 碧如姐現在是在 有一些人說 蔡碧如這些人現在內鬥 在鬥 這個黃珊珊 但是去年 黃珊珊是不是也在鬥他們呢 我不知道 這個是民眾黨的家務事 可是去年到今年我們看到的就是 民眾黨是不是有所謂的 核心派跟冷公派 那現在是冷公派的大反撲 不管是晚會節也好 或是碧如節也好 他們心裡面可能有一些願債 那在主席旁邊的這些人 不用選的這些人冷氣派 他們就吹冷氣就當選立委 冷氣派 他們可能心裡也要包容一點 因為在外面 流血流汗 在那邊選舉人 雖然人家沒有當選 但他們是一票一票的是 幫民眾黨在經營基層的選票 所以他們是有資格講話的 雖然他們現在都沒有位置 可是去年 流汗 在辛苦地方打拚經營的人 是他們 而現在有位置的人 是去年在主席旁邊 跟著主席 可以去吃米其林餐廳 可以去掌握這一些 龐大預算的這一些冷氣派的人 對他們來講 他們心裡可能是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大家將心比心 去年當他們要抱怨的時候 黨內的人就告訴他們 現在你孫總統不要抱怨 共體時間不要亂 今年他們在逼評的時候 又告訴他們 現在黨內很亂 不要亂上加亂 所以永遠都要這一些 在外面接近不到主席人 要委屈 要忍讓 那在主席旁邊 永遠都 現在不是走的時候 你們要繼續 繼續鞏固領稿中心 我覺得這樣 民眾黨就不是一個新興政黨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來說 好 整體事件看到這邊 很多人都在講說 所以他們內部現在看得出來 大家都知道 很亂 現在很多人也講說 這個問題是不是就起於內部 兩個女人的戰爭 柯文哲講法說 這個叫我們的特色 原因是因為大家都可以表達意見 如果人民進黨 有事大家都沒聲音 這個才是我們民主的象徵 可是有一個人他說 不要再寫 不要再有聲音 陳佩琪 佩琪生日又發文了 然後柯文哲嚇到大叫 原因是因為他說叫他不要再寫了 記者不要再去問他了 有什麼問題問我就好 現在他的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聯誼 已經說要請他來說明了 最主要就是 他自己也是跳出來自爆 其實我也不懂 他萬一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跳出來講說 受建於公務人員身分 因為他現在在聯誼 所以沒有辦法當公司負責人 採用了孩子的名義開公司 那就變成了人頭公司 事後他自己漏漏等 發了一大個聲明說 沒有 那個都是我兒子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對於大家的講法來說 就是你這個前後文就會完全不對 然後柯文哲又跳出來說 是因為父母太疼愛 所以出錢幫小孩開公司 但我們就想知道說 那你這個當年那個陳明文的300萬 去菲律賓開珍奶店 到底有沒有開 我們也不知道這麼一件事情 又要怎麼來解釋呢 這樣子一個邏輯 不就是大家最不想要的邏輯嗎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 大家就不太懂 民眾黨怎麼會這麼的亂 來 請教一下 跟柯P也是滿熟悉的嘉瑜姐姐 其實陳佩琪的說法 當然變來變去 就是想要避重就輕 但是暗中出貢 他一開始的說法 因為遺起了很多的爭議 他後來改口 大家已經就不相信了 柯文哲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最被大家詬病 就是身邊的這些母姐會 不管是柯媽媽 或是他老婆陳佩琪 總是可以在關鍵時刻 讓大家覺得說 突然又來提油救火 這一次他們政治獻金 內部所引發的 不管外界質疑 蔡壁如跟黃珊珊之間的 心結等等問題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觀察就是 蔡壁如從以前在台大醫院 跟著柯文哲 當時的MG149案 很多人說 那七年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帳 都是蔡壁如一手幫柯文哲 去申報的 所以當時有問題被質疑的時候 所有的發票全部清清楚楚貼出來 才杜絕了外界質疑 可是今天的這個 總統大選政治獻金 總幹事是黃珊珊 所以蔡壁如就會被拿來對比 黃珊珊身為你的總幹事 她也是對於選舉非常有經驗 不管是議員 市長 立委她都選過 那今天操盤這個總統大選 照理說應該是非常的駕輕就熟 可是整個出包的狀況 是讓大家難以想像 那更何況說蔡壁如她被踢到邊疆 去選台中立委的那時候 連任何的黨務經費都拿不到 因為這次也被大家翻出來說 選舉的捕捉候選人經費是零 可是你卻去台中吃了米其林 一個晚上爆了兩餐 然後是將近五萬多塊 可是卻沒有空陪蔡壁如少節 所以這些對比 其實我想蔡壁如的心裡 當然一定是非常的難過 所以再對照回來就是說 整個柯文哲政治獻金的這些支出 我覺得政治獻金的罰則不重 但是社會性死亡 對於柯文哲長期以來的 這些小草們會有相對剝奪感 不管是吃米其林 或者是花錢大手大腳 陳志涵的月薪被爆出來說 將近二十萬 連獎金等等 一個月領二十萬 當初酸林非凡是零九萬 可是你自己給這個 你所身邊重用的這些人 你就給了非常的豐厚的酬勞 加上拍影片十四支就花了一千萬 新莊的裝潢就花了一千一百多萬 然後只用了四五個月 這些花錢的狀況 也會讓小草覺得說 辛辛苦苦的支持柯P 可是錢是這樣被花的 那再回過頭來 整個壯木的不清不楚 更是匪夷所思 因為其實對柯文哲來講 最重視的不就是財務紀律嗎 只有你找了財務總管 高中同學李文中說 身為財務主管 我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都不知情 不知情喔 所以整個錢是怎麼花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這今天所有的賬戶 這些發票收據單據 都對不攏的情況之下 你的賬一定是不會對的 你報餐費九十六萬 你就算說這個餐費報錯了 那最後怎麼支出會是一樣的 一定會有問題的 更何況禁總一定有一個出張 就是說我每天要花多少錢等等 你才知道我這個錢要剩多少 你不可能全部就丟給會計師 然後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怎麼花錢的 內部一定有審核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今天一筆一筆被翻出來 柯文哲當然他可以說 我都不知情 然後我都是交給會計師 黃珊珊 李文中 全部推給他們 問題就是說 柯文哲的管理能力 或是他身邊的母解會的問題 或者是他過去所標榜的財務紀律 或者是他對小草來講 那個信念跟支持的這個價值 在這一次幾乎已經一次性的崩解 就是社會性的死亡 其實對柯文哲來講 他自己必須要好好來說清楚 但是請教一下學姐 因為對於黨內來講 大家現在關心的就是 你這個民眾黨的勢力 會不會就跟這個小麗媛老師講的一樣 真的就是一次又會堅持起來 五年了啦 那黨其實走到今天為止 我想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痛 那我身為黨公職的這個基層名代 其實在最近的這些 我自己的服務處裡面接到的電話 或者是支持者在群組裡面 大家在討論的這些事項 我看得出來小草門 他確實還是非常支持柯文哲 但想要在這一次裡面理出一些可以反省的事項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對於黨 今年在五週年的時候 我們在黨慶裡面有給了一個口號 就像F5按下重新更新一樣 重新來重新審視一下 這五年來黨裡面的組織人事 還有所有的權力核心等等的 這些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時機 讓大家痛定思痛 讓大家稍微的重新整理一下 才能去面對下一次2026的這個選戰 那我相信這些其實支持者們 大家對於黨的這個支持度 還是非常非常忠心忠誠的 只是問題是在這裡面 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人才有沒有辦法留得住 這好像是一個過往以來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也是我一直以來想要跟中央建議的是說 在很多的團隊裡面 我們要去培養自己人 不管是拍影片也好 或者是現在講到這些什麼財務啊 罰務啊等等的 這些應該要有一個所謂的核心的團隊 那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可能會無限的擴張 包含大家自己出去選舉的時候 可能會有公讀生發面子啊 或者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會想要來幫忙的 那當然核心的團隊還是這一批人 大家最了解整體的運作 還有整體的規則等等 但是後面要來幫忙的人 也可以來加入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歷經了這麼多次的選舉 不管從地方選戰 甚至到市長選舉 或者是到後來的總統大選 我相信這幾次民眾黨已經有相當多的經驗 那當然裡面也有所錯誤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檢討改進 那這裡面包含前的運用 文宣政策的方向 還有我們到底 所有的這些用人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不管是 我們自己應該思考 或者是黨裡面 不管是中央委員也好 主席也應該思考一下 大家把這個腳步慢下來 把仗查清楚以外 我們能做的檢討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靖穎講得很保守 但是基層的支持者 是什麼樣的一個感受 館長昨天就直接講了 他請黃珊珊 請陳志涵來上節目 他就直接講說 我難道不能請他們當事人來說明一樣嗎 他是心裡頭的講法 他說我敢不停柯文哲 我有停啊 可是問題是 他對於今天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就是停不下去了 基層是這樣一個聲音 可是當黨中央在處理的時候 有沒有快刀轉亂嗎 有沒有讓大家真的感覺到 你有在處理 還是說你其實也沒有那麼想要 立即馬上快速的 先止血解決問題 其實看的人是會有感受的 那人心肉做的 總會有一天 其實你要好好的回應他的心 不然的話真的要小心 我們先進廣告 好另一個部分其實現在這個問題 大家也必須要好好來理解一下 監察院告訴我們說 他有這些這些事情 但是他沒問題 不彷復也沒有做任何的這個舉動 可是問題是 檢察官他們現在講了說必須要重處量刑 這是誰 陳忠諺 陳忠諺現在被發現說 你是不是有接受性招待啊 然後你到底這裡面有沒有對價關係 這其實才是我們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你當時擔任台南市政府的高官 民政局長 那怎麼樣 影響力真的很好用嗎 你打兩通電話 幫人家處理一些事情 然後你可以因此而換到 所謂你想要的服務嗎 這一些大家其實是最在意的 原因就是因為 目前我們想看到 陳忠諺大家說賴清德大弟子 但真的有要辦嗎 還是說呢 就像台南市議長案一樣 辦辦辦辦到後來發現 還有沒有事 維翰哥 你會怎麼看 陳忠諺這個事情其實基本上 雖然是2012 2013的事情 十幾年前了 可是南檢覺得 我要重查 他是可以重查的 而且重查之後發現 他確實接受了 這個酒店業者的性招待 那也從中量刑 去起訴他 所以重點在於說 你既然是這樣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檢方的認定是事實 那比檢方的認定還要更寬鬆 就是你行政上有舒適 可是未定違法的監察院 他二月的那個彈劾失敗 就會被社會反噬 就是所以你們 這個監察院就是不敢打老虎 觀眾朋友如果一個公職員 他犯錯了 公職員 然後他在他的公職站上面 被監察院揪局或彈劾的話 他未必會受到司法 法律的制裁 他可能只是說 我不能當公務員而已 做得不好 被揪局 被彈劾了以後 但是問題是 現在是已經是更近一層 更嚴格的 因為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那現在已經就司法證明 他有 可是看起來真的是有 就是裡面有幾次那個細節 我就不談了 那為什麼我們的監察院 回過頭來 這個是一個思考題 那監察院對於有這樣做 這樣事的公職人員 居然彈劾是失敗的 那這樣的監察院 現在目前其實是不是出了個問題 那同樣的 這叫善意提醒 我不要講太多 難檢可以重新調查 監院更是 因為監察委員每一個人 都獨立行使職權 除了院長 副院長之外 另外27個監委都可以 主動申請調查 所以現在我就在看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 先前在那個過程當中 沒有表示意見的監委 認為說我要主動申請在調查 然後再發起一次的彈劾 我覺得這樣大家對於監院的 怎麼講 看法 可能會改觀 畢竟當時也是有人投 必須要彈劾 還是有那一票 兩票存在 九票反對 對不對 還是有那兩個人存在 那兩個人願不願勇敢的站出來 現在當時的 這個提案的這一位監委 叫王美玉 王美玉就講說 就是不成立嘛 那現在的結論是這樣 要在調查的話也可以啊 但是我目前沒有訂見 因為還沒有跟其他的監委 來進行討論 所以當然大家就會問 現在監察院 還是我們認知中的那個監察院嗎 還是說現在的監察院 已經變成了所謂的護航院 那講到了護航 這個民眾黨現在是講說 希望說趕緊來啟動二次彈劾 那可是另一個部分是什麼 是高檢署的這個部分 因為高檢署其實曾經簽結這個案子 那大家也要問啊 你當時簽結 現在呢 南檢又開始來調查 那高檢的講法就是說 他會在調查 也是因為我們在指示分案查明啊 所以呢他認為 所謂的這些質疑 都是與事實不符 其實從前面講到後面 來請教一下這個淑慧姐 因為我們其實大家就 這件事情啊 就大家到底有沒有公平正義啦 我們先講監察院的角色 從監察院查陳忠諺這件事情 我們就知道說 監察院的功能到底還有沒有 所以監察院反對國會改革 你到底有什麼立場 你自己就沒說人啊 給你查 給你彈劾 你都搞成這樣 最後還被剪掉打你的臉 你不彈劾我來重查 再來就是這一次我覺得 重新起訴這個陳忠諺這件事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點在玩假的 他就像是起訴鄭文燦一樣 切切切切 找出一個最輕的方式去處理 為什麼呢 陳忠諺他說他12次 這個性交易姊妹兩次沒付錢 也就是說他只有這兩次 可能會觸犯貪污自罪條例 好啦一次萬一 兩次兩萬四 5萬以下 對 剛剛好 我想請問一下 官員幫業者喬事 通常是收錢 性招待只是付餐 你怎麼不去查有沒有收錢 而且當時的這個藝文 監聽接到的這個藝文裡面有說 這個案子我會幫你去喬 金發局跟消防局 後面還有回覆說 金發局OK了 這代表什麼 台南市政府在那個時候 都是一個共犯結構 金發局也可以喬 消防局也可以喬 陳忠諺只是出面來代表去搜案而已 搜案回去 好 去喬 所以是不是要一起查 為什麼只查他兩次沒六千而已 有沒有收錢 然後其他的共犯結構在哪裡 上面知不知道他 陳忠諺是不是代表誰 負責去下面接案喬事的 不敢查 切切切切 切到兩次 沒付錢 妨礙瘋化的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有一點點 切過的在處理的案子 切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也想問 那個時候市長是賴清德 是不是 來 洪婷 我先幫一個人喊冤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莊碩漢 這也是民進黨自己裡面的人 他涉及性騷擾女部署 然後就被彈劾了 然後這裡面就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 前面還有法官撬班 嫖妓12次 對不對 然後也被彈劾了 請問陳忠諺性交易沒付錢 是不是因為沒付 因為現在看起來這個PATTERN 是不是因為沒付錢 所以不用被彈劾 所以監察院沒有辦法 給大家一個標準 就是說你在遇到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第一 人家陳忠諺的事情 是已經經過司法 有監聽一文出現 確立了這個案子 結果你還沒彈劾他 莊碩漢的案子是疑似性騷 他就自己請辭了 連法律都還沒有判說 他有沒有性騷擾這件事情 然後莊碩漢就被彈劾了 請問這個監察院 你這些監察委員 你們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沒有標準的時候 大家就看到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因為陳忠諺是什麼 大紅炸子機 然後莊碩漢看起來就 反正罰沛邊僵了 不是很重要的人 所以馬上就彈劾他了 你只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解釋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幾件事 包括剛剛所謂所講的 最關鍵的其實仍然是什麼 就是陳忠諺這件事情 坦白講 性交易沒付錢只是案外案 真正的主案 真正的本案 跟真正的主軸到底是什麼 這裡面到底金發局 在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樣的 特定的角色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金發局也有一個人叫什麼 陳凱琳 這整件事情裡面 全部的在當初台南 到底發生了多少事情 都跟你陳忠諺有關 然後你這一群人又接受了業者的 所謂的這些招待 甚至還有其他的對價 這整件事為什麼查到後來沒有了 而只查到就是說 確定有他有做這些事情 但是他有做這些事情 但其他並無不法 這樣的結論 其實很難讓大眾幸福 大眾很難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官員接受了所謂的 這個廠商的新炸彈 然後最後查無不法 你問全台灣的民眾 有人能接受這件事嗎 對不對 有人能接受說 這個官員接受廠商的新炸彈 然後查無不法 因為沒有對價 也不是他的執掌跟這些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說不過去 所以在這個地方 監察院自己要講清楚以外 我覺得陳忠諺他自己如果想 他真的認為他自己是清白的 他也應該針對這個做回應 也有說有玩玩 可是問題是他那時候民政局長 他接的案子什麼是消防女的事情 這跟警察有關 所以大家就要問 這個整個應該是體系團隊的問題吧 那團隊有查嗎 這大家會對於司法還是有問題嗎 我覺得賴清德上任之後 確實就是秉持著這個誤網誤眾 只要有任何不法 不分何人何黨何派 就是該查就查 這個標準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同一個監察院剛剛講 過去金華城的時候 一個劉德勳後來跑去 這個金華城的相關基金會 沈春池去當董事的人 他就糾正台北市政府說 所以容積率要從392到560 那另外一個監察院 他就要求說台北市政府 這個容積率840是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監察院的標準 其實也是因人設施 不同的委員 他可能也有不同的這個目的 所以監察院如何能夠公正 能夠得到大家的幸福 我想社會其實自有公平 怎麼樣的案子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彈劾或糾正 我想這後面如果有其他個人的目的 都不是大家所願意看到的 那我們也期待說 現在未來的監察院 他能夠更符合全民的期待 真正能夠做到這個 抓老虎 真的打弊案 而不是說讓大家覺得說 這後面是因為有 是誰 我認真是為了 這個讓大家 特朗主 我平常 答案 ¿說 准重 是 那是 你 這 從 多